為什麼香港不審判 要送到犯罪地台灣來審判 在這個節骨眼 他做這個動作 也很容易讓人家聯想 不要來做這種政治操作 來頭案還要看對的時間點 難道辦案還要挑良辰及時嗎 如果要進來我們就要抓他 在這個節骨眼 他反而要把這個人送回來 我們不得不在政治方面層面 我們也要做考慮 所以這是政治方面的考慮 國安局長吃了城市豆沙包 坦言陳同佳議題 在綠營眼裡是政治考量 嗆陳同佳來台就抓 但打從心底 府院黨就只是把他 當作政治議題 內政部長徐國勇 更是神羅即連發 他現在人在沒有死刑的地方 可以接受沒有死刑地方的一個審判 他卻不要要跑到一個有死刑的地方來接受審判 這違反被告的人性 想倒向陳同佳是被自首 但可別忘了去年3月4月及7月 市令地檢署三度請入委會 韓轉香港要求引渡 12月底更發布通緝 校期長達37年6個月 現在人自動送上門卻不敢要 蔡政府到底怕什麼 現在突然之間態度體貼變 說要送來台灣 這非常詭異 我們不是韓國瑜 不是到香港就去拜訪林鄭月兒 畢恭畢敬 人家要來我們說不要 我們很害怕有圈套 好像我們做什麼虧心事 凸顯民進黨政府的懦弱 然後多疑 然後自卑 昔日要人要扮要的情 如今卻避之唯恐不及 凸顯蔡政府兩套標準 自打臉 在彭尼的李沛軒 小組臺報道